2020年是于万福和张兰湘夫妻俩成为守墓人的第20个年头 两人坚守在甘肃沃龙岗园林公墓内 负责两个片区6000余位墓碑的清扫、管护、下葬、立碑等工作 还有片区内的日常绿化也是夫妻俩打理 工作细碎而繁杂 每日行走10公里都是常事 近日,记者在墓园里见到了正在忙碌的夫妻俩 丈夫于万福介绍 以往清明节期间都是最忙碌的时候 如今疫情防控的要求 园区里几乎看不到寄扫的人 但是工作依旧不轻松 清明这世界最忙的时候 清明这世界 像今年的话之前的人是很熟 你想往年的话 现在基本上就搞分析了 那哪里整个卫生就搞不过来 整个这么久的一片的话 咋都有 咋过都归我们管 搞卫生啊 下葬啊 离笔啊 卫修啊 现在还有 高绿化 灾水啊 酒水啊 在这里点 都是这些活 妻子张兰湘说 墓园内晚上是没有大面积照明灯的 刚来的时候还是会害怕 到了晚上上厕所都要丈夫陪 但是日子一长也就习惯了 反而觉得这里很清静 丈夫的性格很开朗 虽然在一个相对庄严肃木的地方工作 但平时两人一起说说笑笑 日子过得也舒心 刚来的时候也不习惯 因为上面你看 带也没有 水也没有 在一个进到这母区的时候 负一挂 他跟父子一相似 就觉得就清凉凉的 后来时间也长了 可以说有了一份感情了 对吧 我们就你看 日带就是20年 他们说 你这么长的时间 你的客户都来问我们 你们这么长的时间 你还带着 我们做的 我觉得我也做的是 三十一个 好十一个 夫妻俩说 在20年里 见过了太多的生死离别的场景 很多客户对他们也是格外尊敬 每每看见 让人潸然泪下的场景 心情也会非常难受 工作的久了 自己对生命也有了特殊的体会 长存敬畏心 常怀感恩意